首尔高等法院判处前,中青难道之事,安息正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,作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的新兴。 2017年,安息正曾经与文在寅竞争党内候选员,被认为是文在寅的接班人,和2022年韩国总统大选的有力的争夺者。 安息正的被捕,不仅让其政治生命彻底终结,还将给共同民主党和文在寅本人,带来很大的麻烦。 文在寅与安息正,安息正被捕让文在寅很受伤。 韩国法院指责安息正涉嫌从2017年7月29日,到2018年2月25日,先后四次利用职权兼姻女秘书金某。 无次猥争,并对其进行性骚扰。 安息正的罪行,全部发生在文在寅执政之期间。 韩国媒体和在野党,重点在三个方面,对共同民主党和文在寅发动攻击。 首先,对执政党要员缺乏必要的监督。 安息正不是普通的共同民主党党员,而是受共同民主党重点栽培。 很有可能在2022年,替共同民主党出战总统大选的政治新兴。 这样一位执政党要员。 道德如此败坏。 共同民主党和文在寅,是如何挑选领导人和接班人的。 第二。 文在寅和执政党,是否在此前的司法审理中迅思舞弊。 安息正性亲案在一审时被把官认为,属于逆情我愿的合法行为。 但是,二审法庭认定,随行女秘书金志恩指控的十次性亲中,有九次属于犯罪行为。 两次司法判决的差异如此之大。 韩国媒体怀疑安息正利用其公职,特别是在共同民主党的执政地位,对司法判决进行了干预。 在野党和韩国媒体要求对文在寅和执政党,在安息正案一审中发挥的作用进行调查。 第三。 共同民主党和文在寅政府内部,是否还存在更严重的违法问题? 这已经不是共同民主党上台之后。 第一次出现要原违法的问题了。 文在寅刚刚上台不久。 其首席秘书田炳献,就因为涉嫌权钱交易被控有罪。 共同民主党和文在寅,上台之前,一直以清联公正的形象是人。 但是上台不到两年。 文在寅政府出现的违法犯罪事件,一点也不比朴槿惠政府少。 这让韩国媒体和在野党愤怒异常。 要求韩国检方,对共同民主党和文在寅政府,进行更严密的监控和调查。 力图发现更多违法的线索。 男女主角安息正与金志恩。 共同民主党在2022年韩国大选前景暗淡。 回想2017年。 文在寅刚刚宣誓就职时气势如虹。 开启南北和平程序之后。 文在寅的民意支援率更,是一度高达七成。 但是,文在寅现在确实陷入了很大的麻烦。 文在寅支援率下降的主因,当然是经济不振。 文在寅上台之后。 韩国经济增长率,始终不及预期。 原版刚过。 韩国政府又下调了2019年的经济增长率。 这也就意味着支援率,已经跌至四成以下的文在寅。 2019年支援率,还将进一步下降。 日子也将更加难过。 另一方面。 文在寅仅凭一己之力。 根本无法整合共同民主党。 韩国共同民主党和自由韩国党,分别代表曹根派和保守派,两个严重对立的政治派别。 但是这两个政党内部的那些瘾瘾狗狗,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 卢武血那般清明的草根总统,依然管不住自己的亲属。 被韩国财阀拉下水。 被迫跳崖自杀。 现在看来文在寅也没有管住本党同僚的本事。 不仅如此。 近期另一则新闻也显示,文在寅女儿全家突然移居东南亚。 这背后是否还有贪腐巨案。 还有带韩国媒体和检方进一步深挖。 韩国也曾爆发NATO运动。 经济成绩不佳。 没有能让韩国民众得到好处。 盟友频繁出示。 让韩国民众对其政治品格产生怀疑。 文在寅的糟糕表现,已经让韩国在野党看到了。 发动街头运动,逼迫其提前下台的希望。 如果文在寅的亲属,再被认定又贪腐恶行。 文在寅的下场,恐怕不会比现在大牢里的李明博,朴槿会好上多少。 感谢阅读。 欢迎点评和持续关注。 文在 cooker后面的形式方面还 Persian化和明文社交产距离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